在9月份印尼巴里開APEC的時候 我親自向主席提出 一 香港要多辦一個專場 第二 請他們兩位來參加 領導人延長拍辦 他們兩位很忙 所以我們十分感謝他們 互聯互通這件事來說 香港在去年12月向領導人述職的時候 互聯互通對國家的重要性 和對發展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 香港如何貢獻力量 這件事也應該說國務院港澳辦 一直是大力跟進和支持我們的工作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這件事 總理在博奧自己親自宣佈 說明國家對這件事的重視 成熟的時候就宣佈 一路一路談 其實談到宣佈前一兩日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事情跟我們在談 所以這個時間不是說我們三月份已經談完 就等十月宣佈 不是這樣